看世界要帶大家來關心到 還是以哈衝突當中 現在不只是加薩的北部地區 連南部現在也被戰火波及 我們來看到以色列軍隊現在揮軍 而且目標已經不是加薩北部地區 而是加薩全境 尤其在南部現在出現了激烈的交戰 這個以色列軍方在12月3號的時候 對加薩全境展開這個攻擊行動 尤其地面入侵也從由北往南走 揮軍南下 尤其整個哈馬斯相關的軍方也都被鎖定 而且已經不只局限在北部地區 而且空襲殲滅了哈馬斯的指揮官 但我們要再來看到 其實現在我們過去一直在著重在北部地區 因為以色列軍隊都把這個重點 還有攻擊的重心紛紛的瞄準在北部 但現在整個戰事逐漸的往南走 尤其這個哈馬斯跟以色列軍隊 在距離南部的甘尤尼斯2公里的地方 交火尤其甘尤尼斯 在過去大家在10月初的時候 一開始以色列的軍隊受到攻擊 他們開始對這個哈馬斯進行一些的反擊之後 其實很多人尤其是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人 就由北往南走集中到了甘尤尼斯這個地方 在10月初的時候 原本當地的人口大概只有40多萬 但現在累積已經破百萬了 所以說很多的加薩爾民眾集中在這個南部大城 現在對他們來說是生命安全的更加嚴重威脅 他們說可以聽到這個坦克開炮的聲音 甚至連南部也都沒有安全區域 等於說這個巴勒斯坦人民到底要躲到哪裡去 他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的來躲藏 而且半島電視台也說了在12月1號結束7天之後的休戰 在24小時之內 已經開始以色列跟哈馬斯雙方開始進行攻勢 在24小時之內就至少造成了700人死亡 而且在10月7號突襲之後 目前死傷人數也超過了15000人 而且當中很大部分都是兒童 所以說現在在加薩地區到底該如何緩解這樣的狀況 恐怕各界也都是必須要來傷腦心的 不過現在這個雙方的停火協議 在12月1號破局之後呢 以色列軍隊就不斷地對加薩全境來發動攻擊 尤其哈馬斯駐黎巴嫩的代表就批評說 整個加薩現在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是安全的 從海上開炮空中襲擊到地面部隊強勢推進 以色列軍隊宣布他們的軍事行動 將從加薩北部擴大到加薩南部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更特別來到前線向弟兄們喊話 掌管基地下以軍確實強硬出擊 就在最近一波攻擊當中 一名關鍵的哈馬斯指揮官已經被證實喪命 但加薩平民也很無辜 加薩南部大城該用尼斯不斷遭轟 醫院現在已經人滿為患 更慘的是根據統計 從10月7號開始已經有180萬人 大約是加薩近八成的人口 早就被迫離開家園 而就在加薩戰火越演越烈之際 一艘美國軍艦和多少商船 更在附近的紅海遭到多架無人機襲擊 夜門胡塞組織事後坦承 這是他們為哈馬斯做出的報復行動 至於被打的商船 以軍表示和以色列無關 而胡塞組織強調 只要加薩戰爭繼續打下去 他們就會力挺哈馬斯到底 TV新聞做不到 而的確在橫海這個地方 確實也出現了讓大家覺得比較危急的場面 尤其以巴的衝突有可能持續的擴大 由伊朗在背後支持的夜門青年運動 襲擊了三艘的商船 還有美國的艦艇 長達了五個小時之久 尤其美國也擊落這個無人機 後來發現說這個無人機 其實就是伊朗製造的 因此他們指控伊朗在背後操控 預計接下來會採取適當的反應 所以金融時報就說了 目前看起來這一連串的攻擊 都顯示說現在已發的局勢 不只局限在加薩地區 或是約旦河以西的區塊 而是很有可能擴散到其他的中東地區 所以趨於穩定恐怕會受到挑戰 全球的貿易當然也是一樣 那我們持續來看到 以白宮的角色來看的話 目前談判破裂 他們說真正的責任在誰 不是以色列而是哈馬斯 現在美國也希望說可以說服雙方 可以重返談判桌 把過去的暫時停火 變成一個長期休戰的狀態 不過目前看起來真的是非常拼 還有我們要來看到另外一號人物 也不是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馬克宏就說了希望以色列 應該說以色列希望可以徹底的消滅哈馬斯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戰勢可能會拉得非常長 甚至這個時間可能會長達10年 所以總於說這個戰爭很有可能持續的 再長期化下去 再來我們來看到 過去大家認為說巴黎是一個非常浪漫的地方 尤其到了當地一定要去看巴黎鐵塔 愛菲爾鐵塔 但是在週末的時候竟然傳出 有人拿刀還有鐵錘攻擊遊客 造成一死二傷的恐怖情況 而且其實這個狀況在當地 可以說是讓大家非常震驚 因為在這些重要的景點還有地標區塊 其實現在都有不少的警力在巡邏 所以說在這邊出現狀況 也讓大家覺得非常吃驚 後來警方就開始公布嫌犯身份了 確認是26歲的法國籍男子 還查出說他的犯案之前 宣誓效忠激進組織伊斯蘭國 巴黎愛菲爾鐵塔人潮最多的週末夜 又傳出恐怖攻擊 地點在距離鐵塔不遠的比爾阿克母橋 突然有人一邊大喊真主治大 一邊亮刀攻擊路上行人 造成一名德國遊客死亡 另外還有兩名觀光客受傷 最後被逮捕的26歲男嫌 在法國出生 父母來自伊朗 有過前科的他行凶前 還盛傳一段影片 法國總統馬克宏 向死者致哀 政府也表示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 但巴黎還是瀰漫不安的氣氛 法國政府目前決定加派警力 在巴黎各觀光景點 設置多個檢查上 巴黎明年就要登場 維安卻拉起警報 大大考驗法國的反恐能力 TVB的新聞 正好報導 接下來鏡頭轉往印尼 我們要來看到印尼的火山 噴發也造成了11名登山客死亡 而且現在還有12個人 依舊是下落不明 而且因為現在當地的火山 但是持續的在噴發的影響 所以連帶所有的搜救行動 只能被迫的暫時中斷 我們先來關心他這個地點 就是印尼的蘇門達蠟島的 馬拉皮火山 在3號的時候 傳出了爆發的情況 而且這個火山灰噴發的高度 高達了3公里這麼高 不只天空當中 你可以看到這個火山灰 甚至周邊的道路還有汽車上 也都積了一層厚厚的火山灰 也都覆蓋了 所以說當地的官方 馬上把這相關的火山警報 調高到第二個級別 而且禁止民眾靠近這個火山口 方圓3公里的地方 不過更讓人擔心的是 還有人依舊是下落不明 在3號這一天 有75個人登進入山 總共造成了11人死亡 而且還有不少人是燒燙傷的情況 依舊在治療當中 12個人失戀人 然後呢在4號 原本隔天要繼續搜救了 但是火山再度出現了小規模的噴發 所以說搜救的任務是被迫暫停 而其實這個火山在過去 也有噴發的狀況 在1979年4月份的時候 當時的噴發造成了60人罹難 而且也可以說是傷亡最慘重的一次 除了這一次的火山噴發情況 其實最近在這個太平洋火環帶上 的確是並沒有那麼平靜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之前在菲律賓的明達那俄島 星期六也發生了瑞士規模7.6的強症 也造成一人死亡 至今在當地還有不少的餘症 正在發生當中 濃煙直串天際 印尼蘇門達蠟島梅拉比火山 三號噴發火山煙霧衝上三千公尺高空 儘管目前為止五人身亡 當局依舊高度警戒 太平洋火環地震帶近日純純欲動 瞬間劇烈搖晃後方商家爆出火光 民眾嚇得放聲尖叫拔腿狂奔 超市內貨架上的商品如骨牌般不斷往下跳 強症瞬間民眾衝進房內 一把爆起床上嬰兒就完壞衝 菲律賓敏明達那爾島二號晚間 發生規模7.6強症 隨後一個小時內又發生白起餘症 二十四小時內餘症近千起 四號清晨最大規模來到六點九 居民徹夜待在戶外完全不敢回家 強症後菲果和日本雙雙發布海嘯警報 儘管隨後取消沒有觀測到海嘯 但這起地戰還是造成當地一人死亡 四人受傷 不過就在強症後不久 梅達那爾島南部的州立大學 還發生恐怖攻擊 天主教米薩城攻擊目標 ISIS坦承犯案 至少四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非國不平靜 參謀長誓言全力氣凶 避免恐攻毒瘤持續生根 TVVS新聞環宣報導 而現在COP28是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今年獨定是人類史上最熱的一年 而且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基本上這個設立的標準 根本就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他們喊出來的這個標準是說 把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C以下 而且最好最好是在1.5度C的範圍之內 而且其實今年根據全球的 減碳排計畫來看的話 恐怕升高的溫度會達到了2.9度C 所以當然其實溫度升高這麼多 對我們的環境對我們的生態 絕對是一個非常嚴酷的挑戰 但是其實現在要補救都還來得及 現在這個相關的人士就說 如果說可以把這個溫度 維持在這個3度C的話 很多的不良影響就不會發生 包括像是哪些呢 像是他也認為說像核融核 核分裂還有綠色鋼鐵 就是一種解方 必須要擊敗這個化學燃料 過去可能說這個補助 其實或許是一個方式 但現在千萬不要補助 而且要課徵碳稅 就是比爾蓋茲 是對外說出這樣的話 他說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溫度 控制在3度C之內 而現在呢大家討論更多的 還是COP28的爭議非常多 除了他是有個產油國主辦之外呢 主席也是一個石油大亨的身份 甚至他也在所有的會議上被問到說 對於石化燃料 他的未來他怎麼看呢 其實他也說我們並不完全要禁止石化燃料 此話一出當然讓很多人覺得說 非常不合理也非常不科學 而且呢在這一則會議上 其實石油業的轉型作為明顯偏少 所以說種種的增益也讓大家對這一屆的COP28 並沒有太多的期待 但是在現場還是有很多值得觀察的小細節 像是呢我們平常喝水有時候貪圖方便 會拿寶特瓶或是消費 使用這個寶特瓶的瓶裝水 但是每用一次對我們的地球就造成一些負擔 而現在呢在這個今年 杜拜舉行的氣候風味 特別發給每個人一個小小的環保水壺 就是希望大家減少塑膠的用量 杜拜的炎熱午後COP28氣候風會場內 人手一罐小綠瓶排隊裝水解身體的渴 其實鼓勵大家不要自己攜帶寶特瓶 一次性塑膠 你可以自己攜帶水壺 但是如果你口渴的話呢 當然會給每個人像這樣綠色的這個水罐 它上面寫COP28以及UAE字一樣 你口渴的話呢你就直接到 散落在各地的像這樣那個裝水站 裝一點水呢來補充自己的水分 TWS採訪團員帶你來看東道主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的國家罐裡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看看呢這是他們非常傳統的珊瑚礁的建材 可以白天吸熱晚上釋放熱能 這是非常有效的傳統建材 不過其實現在有許多建材有類似的效果 我們帶你一起來看看 有一個工具叫Ceramic 他們生產了一種很像陶瓷的材料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由工業用的廢棄物製成 就像是一種熱能的電池 能夠吸收熱能在適當時釋放熱能 除了能夠吸收熱能之外 還有能夠吸收二氧化碳的東西 我們來看到像是這裡 這個就是這個橄欖岩 其實他們能拿來當作這個 碳封存的一種利器 他們是把碳捕捉碳之後 打入地下的橄欖岩的岩層 碳二氧化碳碰到的橄欖岩 就會結合變成另外一種的岩層 岩石 所以他們就可以把二氧化碳 徹底封存在地底下 阿聯大力提倡碳封存技術 畫中的畫當然是化石能源 也能有永續未來 然而產油國伴氣候峰會的觀感矛盾 要扶重得先端出銀彈 第一天就拿出了錢出來 拿出了三億美金能夠來做這個事情 等於是我先貢獻了 所以大家就比較沒有話講 所以這次的活動到目前為止 氣氛算是不錯 有可能會有一些突破性的進展 而今年涵蓋百家台灣企業的 台灣氣候聯盟 首度在靠北欄區內設立展攤 跟各國學者辦獎座 民間團結力量大 讓台灣的氣候參與 即時跟世界接軌 TVBS特派記者花正森 許代宣 在杜拜的採訪報導 是否給我們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